在9月1号的时候 联合国IEA的专家终于抵达了 全欧洲最大也最危险的核电厂 欢迎你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周报欧洲版 乌克兰的战争会升级到 挟持一个核能电厂变成军事基地 这是俄罗斯3月6号就立刻占领的 而这个地方是位于整个乌克兰 大概它的地点是乌克兰的东南方 就在这一带 它离乌东还有黑海有一段距离 俄罗斯一开始就把它当战略地点 最近乌克兰跟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开始进行交战 它认为你从这里不断地打炮火 我就把炮火打回去 所以造成了这个核电厂 它的整个建筑本身已经受损了 到底它的辐射是否外泄 是否会形成下一场非常可怕的浮导核能危机 没有人知道 但我曾经在文献的世界周报17周年 Facebook YT跟TV Best的新闻频道的直播里头 它其实告诉我们战争多么没有人性 多么可以失去理智 联合国的秘书长直接骂 这根本就是自杀 而且他认为是两国的领导者都陷入疯狂 也就是他第一次谴责了乌克兰的总统 你怎么可以任由你的军方 也在这里把它当成一个战略地点 因为在旁边的那些人 都是你乌克兰的人民 当然对泽伦斯基来说 他不愿意示弱 可是我们以前都听过 索罗门王的一个故事 两个女人都说 这个小孩是我的 索罗门王说 我把这个孩子切一半 你们够拿一个 就这孩子得死 就有一个说 这孩子我不要 他就盼说 那你才是这个孩子的妈妈 但是乌克兰在这一带的居民 他们没有妈妈 俄罗斯占领了这个地方 从核电厂打炮机 然后乌克兰也炮火 还击过来 他们并不在乎 两个都不在乎 这个核电厂很可能发生核灾事故 所以附近的居民逃亡了 因为他们没有妈妈 附近的居民是俄罗斯人吗 不 是乌克兰人 是俄罗斯语系的人吗 不 也是乌克兰人为主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必须要说这场战争 也没到现在 由于战争看不到尽头 难民越来越多 没有任何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乌克兰的经济 GDP也降到了原来只剩50% 但即使如此 乌克兰仍然得到西方相当多的军事援助 经济援助 跟所有的道义援助 乌克兰的人民只能够逃亡 只能够求自身的安全 倒是欧盟在这一刻伸出了援手 马上发给父亲逃亡的 或是仍然留在当地居民 必要的时候 你要服用点 因为过去车诺宝经验 核灾之后 最容易得的就是假装心癌 所以就叫他们必要是我财富用点 让我们来看这一场乌南的核电厂 如何转变成这场战争里头 最丑陋的一面 也让我们看出战争里头 不止没有赢家 不止大家都是输家 而是如何的没有理智 跟没有人性 而人民根本没有他们的妈妈 国际原子能总数调查小组 9月1号穿越炮火前线 潜进俄军控制的 炸坡裸热核电厂 乌尔两军无视辐射外泄的危险 在这里持续交战 虽承诺调查小组可安全抵达核场 却都未暂时停货 14位专家冒着危险前往核场的同时 临近的安赫德地区 持续传出炮响 完成首度访问的国际原职能总署 署长表示 核场状况依旧让人担忧 调查小组最晚会待到9月4号 完成深度评估 还会持续派员监控核场安全 持续让全球神经紧绷的 加坡罗勒核电厂 2022年3月初 俄军装甲步兵队直接攻进核场炮击 造成场区训练中心起火 凶凶大火烧出核安威胁 俄军控制核场 乌克兰工作人员在俄军枪口监控下 维持核场运转 7月华尔街日报报导指 俄军把核场当作军事基地 部署多管火箭系统 8月 核场和邻近地区的炮火 愈加猛烈 俄方宣称乌军卢莽攻击核场 乌方指控俄军从核场发动攻击 Before Russia's invasion The vast Zaporizhia nuclear plant Supplied around 20% of Ukraine's energy needs Russian forces have been in control of the plant Since March And Ukraine has blamed them for starting the fires But Russia claims they were sparked by Ukrainian shelling For weeks now Increased fighting at the plant The plant has raised fears of a nuclear catastrophe Accumulating enormous amount of short-lived Redinuclides decay products Which are quite hot not only in the sense of radiation But also in colloquial term of temperature So when a reactor is stopped It should be cooled for a couple of months Further to bring temperatures down And it's impossible without electricity So if there is no external power lines Then diesel generators need to be started And such systems are in place And they should run But still The resource of their operation is quite limited It's a couple of weeks only But this cooling down will take months or more So there is a big danger of an accident of Fukushima type This is as dangerous a situation as I can recall Since Fukushima The disaster in Japan in 2011 And before that Chernobyl in 1986 And in neither of those cases Were these nuclear disasters Undertaken in a combat situation Meaning you can't get first responders in You can't take the immediate reactions That were available in Chernobyl and Fukushima All these people have come from a 50-mile radius Just to get their hands on iodine Anti-radiation medication In case things go bad 核災风险升高 欧盟提供550万片点片 给核场周边居民 用来防止身体吸收 放射性同位素点131 并警告只有在确定 发生辐射外泄下才能服用 处于交战状态下的核电厂 就像不定时炸弹 乌克兰共有4座核电厂 合计15个反应炉 要进行维护 同样困难重重 生产核场被品的工厂 也遭俄军轰炸 部分被品已没有工厂可以生产 乌克兰位于尼古拉耶夫的 第二大核电厂 南乌克兰核电厂的 核安风险也迅速升级中 我们收到资访 我们收到资讯 我们收到资访 我们收到资访 我们收到资论 很 Arist they will say that the scirens are almost back to back At least three Russian missiles have been recorded flying over the South Ukraine plant But as this plant generates 10% of the Ukraine's electricity and Zaporeshia up to 20%, there is no wonder that both are such tempting targets 烏尔战争 进入第三阶段 两军都陷入停滞不前的焦虑不晚状态 二军从 7 月攻下乳干斯克 周后 就无重大进展 乌军的南部反攻 也没有重大掌握 8月29号乌军在南部前线明显加大火力反攻 重点收复首座失守的城市赫尔松 但乌克兰军事专家贾罗哈夫认为 乌军要收复赫尔松将会是场废时消磨的战争 他表示乌军想靠磨损俄军战力 破坏补给线和弹药库逐步逼退俄军 但时间恐怕不是站在乌军这一边 等到下起秋雨 道路将变得宁宁难以通行 更别说陆东能源短缺将考验欧洲支持续航力 如果乌军的反攻作战失败恐动摇西方支援的信心 且战争越拖越久莫斯科越能巩固对占领区的控制 这些地方从媒体通讯网路到克冈已逐步俄罗斯化 俄国媒体也开始宣传预告打持久战 形容这场战争是俄罗斯对抗西方的生存战 和代理西方的乌克兰交战才正要开始